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路线工兵分队比赛场地为环形封闭赛道全长约两公里 单向赛依托接力赛各个专业作业点实施 设有雷场探扫 总长320米 桥梁架设 总长120米和道路枪修及轻障 总长320米 安全路线中国工兵分队工兵班组班长李胜说 比赛中难度主要是克服混合雷场 混合雷场的难点在于探测防坦克地雷 防坦克地雷的隐形含铁量非常少 碳雷气对于含铁量的捕捉声音有一定难度 今天队员正常发挥出了水平 也如愿夺得了第一安全路线工兵分队比赛 是中国陆军首次承办 各国工兵需在320米的雷场内 完成水雷 防部兵地雷等探雷扫雷清除任务 俄罗斯参赛车辆通过涉水场 王小军社安全路线项目裁判长黄桃一介绍 这项比赛就是模拟实战环境 来训练开路的先锋 工兵分队技术高低 是作战胜利的基础和保证 俄罗斯参赛选手通过涉水场放标线杆 王小军社中国参赛选手排除混合雷 乘战车吩咐下一个点 王小军社在中国比赛 难度加大 实战化程度更高 雷场 浅滩 架桥等设置上 障碍区种类多 比如雷场我们是混合雷场 有别于俄罗斯不一样的地方 今天中国队发挥正常 从技术上 作风上 组织指挥上表现得非常好 黄桃一说 音乐 选择 involv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